各位在我们的灵蜜上是否得到突破呢? 其实我们信徒都期望自己的灵蜜能有所突破,但是却没有 好像我们的信心、忍耐、爱心、顺服的心等等,没有什么成长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向神祈求 我们总是认为自己不够而感到灰心 或者不太明白如何祈求,所以就不多求了 在雅各书四章二节告诉我们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各位耶稣曾说,我们没有是因为我们求的时候信心太小了 耶稣也说我们没有是因为我们没有长期执求 其实我们有多少错过了享受神的同在和经历祂的能力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向神求 对祷告的期待太小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但我们却不求,也不期待 在这整本圣经里面,我们都看见借着圣明的祷告 带来的是进展、成就、成胜与得胜了 倘若我们的祈求消散,属灵的力量也会消散的 所以今天让我们接着耶稣的祷告,将我们的灵命上能够得到突破 那么耶稣如何祷告呢? 当耶稣鼓励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时 祂不是在叫我们做一些祂自己不需要做的东西 耶稣从祂人性的经历里,知道自己是需要向父神凡事祈求 以信心求,也有时候在祷告里要持续,直到突破来到 所以我们若要得到突破 首先,让我们想起耶稣是如何祷告 那各位,耶稣不是只有将一部分的事情跟神祷告 乃是将所有的事都告诉神了 然后在西伯来书五章七节说 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明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运 各位,从这两处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基督是如何祷告 他是带着全然的神性,继续不断与神交通 但在他全然的人性里 耶稣必须向父神祷告,就像我们一样 所以耶稣时常退到旷野去祷告 也有时候整夜祷告神 因他知道,若是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唯有要全然的倚靠父神了 所以,若耶稣需要祷告 也需要很多的祷告 我们也需要如此了 那另外,耶稣是以激情来祷告 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耶稣是以大声哀哭和流泪来祷告 对耶稣来说,他完全的依赖神 不是单单一个抽象的概念 那是一个绝望性与亲身体验到现实的痛苦 耶稣在他肉体的日子里是这样祷告的 耶稣在地上人性的经历里 他是仿佛也很可能经常以大声哀哭与流泪的祷告 为什么耶稣那么激动性的祷告呢? 因他是注视到自己的使命,必带来灵魂的结局 不是天国,就是地狱了 他知道,有被鬼扶的人需要得释放 疾病要得医治 某些福音真理需要按时按情况,按人来传讲 并且他与门徒都一直是靠恩典勾用来度过每一日的 所以,让我们多思想 为何需要像耶稣这样的祷告呢? 因为真的有太多人需要被拯救,医治 主耶稣一直受到黑暗势力,不断的想要杀害他 也要破坏他与门徒的使命 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愿意要前进,跟从主 要悔改,要服侍主时 属灵征战必会爆发的 想想看,耶稣的情况也是如此 而且十字架总是逼近在他的面前 各位,虽然耶稣没有罪 但是,他所经历人的无助 其实叫他的心更是激动 非需要在一切事上依靠神了 所以我们主耶稣,他是以谦卑和敬畏的心 大声哀哭和流泪 来在他的人性中呼求父神的帮助 而父神因为他的谦卑和敬畏的心都蒙应运了 所以我们也何等需要父神在一切的事上了 若我们缺乏谦卑和敬畏神的心 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是很小的 也很可能为什么我们没有领受更多的祷告蒙应运了 所以我们要向耶稣的祷告 各位不要因为自己没有祷告而内疚 若你真愿意祷告 我们只要现在多注视耶稣是如何祷告而向他祷告 耶稣的祷告是因为他知道人性的极其需要 他以敬畏的信心祷告 因为他信神也以他的全部来爱他 而且他在祷告里持续而战胜 有时以大声哀哭和流泪来祷告 因为他知道正面对的是谁 那些困绑人的势力和使命的价值了 所以他祷告了 而且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 我们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真正的需要 就像耶稣一样 我们才会祷告的 这个意识越大 我们越会急迫地感受到神的帮助 而我们越对神有更多的急迫 我们越会多祷告了 我们越会多祷告 我们就会越经历他同在的喜乐 和他在使命中的力量了 这就所以神要我们向耶稣祷告 他要我们来到他面前 他极大的激情是叫我们向他祈求 并要在信心里祈求 也继续在信心里祈求 直到我们得到他的答案了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善诞 也不要放弃 我们只需将一切都告诉神 甚至一大声哀哭和流泪 直到神赐下你所寻求的突破了 那个突破虽然不是一夜之间就有的 但带着谦卑敬畏的心 持续地祷告 我们就正走在突破的道路上了